昨天发了个卖橘红的视频 很多人都发私信过来叫我买一点给他 今年的树挂果也不是很多啊 虽然我们画橘红很出名 但是生果它是没有什么用的 它必须要摘下来经过加工啊 才能发挥出它的作用 有什么作用的话 大家可以上网去自己查一下 因为在这里的话不方便说 在我们这边果子分为两种 一种是正毛 一种是腹毛 腹毛的话是没什么人要的 然后价格也相对来说低很多很多 然后这一个的话就是正毛啊 正毛的话 你看它绒毛特别多啊 旁边这一层白白的 它就是一个绒毛来的 就是摸起来手感的话 它是很舒服的 它就是表皮有一层绒毛在这里啊 可能这样子你们是看不清楚的 但是看这边啊 白白的这一层就是绒毛 绝红种植地区的话 它也很广泛啊 广东 广西 湖南 浙江 江西 福建 还有贵州 四川 云南都有 但是在我眼里的话就只有两种区分 一个是华州菊红 一个是其他地方的菊红 华州菊红的核心种植地区就是在我们平定镇 如果大家有买过菊红的应该都知道 只要标了我们平定的花菊红啊 干果价格都在300亿斤以上 有的企业可能做金苹果的 干果的价格的话 可能去到五百六百一斤 什么叫金苹果呢 它这个跟水果刚好相反 水果的话可能就是越大越好 但是这个菊红呢 它并不是啊 它就是越小越好啊 就像这个的话啊 它就是最值钱的 因为经研究的话 果子越小 它的绒毛就越多啊 它主要的价值呢 就是在于它的表皮啊 其实它果肉的价值啊 不大 但是又有一个问题啊 虽然它越小越好 但是呢 这么小一个农民它也不舍得摘 因为呢 它就是起不了重量嘛 就这么小一个可能你摘个几十个都没有人家一个的重量多 这些菊红的话最大可以长成像柚子那么大 而且也可以成熟的 就是皮会变黄 到那个时候的话就是真的没有人要了 真的是连狗都不吃啊 因为它吃起来又苦啊 又没有人收 所以就只能把它扔掉的了 像广西那边的菊红干果的话 一般在八十到一百块钱一斤左右 所以有的朋友买到贵的也不用担心啊 有可能你买的就是我们这边产地的正种化菊红 所以大家叫我寄这些生果的时候呢 我不想寄 主要是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怕你们拿回去之后吃了没有用 浪费了这么好的果子 第二个是怕败坏了我们化菊红的生育 换意